漂亮漂亮漂亮 完完整整 这个东西确实美的 哎呀能分外 这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干尸 冰仁奥兹 他的岁数要比金字塔还要早上一千多年 皮肤光滑五官清晰 显微镜下肠胃依旧保留着当天没有消化完的食物 为了揭开他5300年不符的秘密 专家耗费了20年 展开地毯式调查 结果一次次被刷新了认知 1991年9月19日 一对徒步登山的夫妻攀登上了 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南提洛尔山脉 亘古不变的大地令两人心旷神怡 于是他们决定走一条人际罕至的小道下山 途中路过一处冰川时 见到了终生难忘的景象 一副骷髅倒在沟壑里 下半身浸泡在冰河中 全身闪烁着道道金光 由于太过诡异 夫妻俩连忙通知了警方 四个小时后 直升机降落在雪山之上 然而经历了半个小时的搜救 现场并未发现护照 绳索等物品 排除了登山客的身份后 调查人员将尸骸经历出来 下一秒被一把锋利的匕首吸引了 经过鉴定 其材质为石头 居然是史书中提到的碎石匕首 与此同时 又在不远处挖出了一柄铜斧 刀刃处还有战斗过的痕迹 经法医推测 死者年龄在45岁左右 正当警方疑惑 他为什么会死在冰原上时 研究室那边碳石匙的检测结果出来了 这具遗体所处的年代 距今竟超过了5300年 换句话说 比埃及金字塔还要早上1000多年 为此 研究人员给骷髅取了一个炫酷的名字 病人奥兹 按照历史记载 彼时人类正处于部落时期 日常补给 需要靠树立为止 这些从遗体身上可以得到证实 奥兹恐无有力 四肢远比现代人的发达得多 X光下其颈骨和肥骨之间没有任何保护 这是典型的关节炎特征 属于高海拔地区的通病 除此外 专家还在尸骸的脊椎上 发现了类似图腾的符号 这很有可能是远古巫术留下的 可以在精神上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 由此 历史学家还原了奥兹临死前的经过 这一天 他追赶着一头巡路 来到了海拔3210米的冰原上 因为迷路撞见了暴雪 最终冻死在沟壑中 因为无懈可击 这个说法曾得到了业界的广泛支持 可不料两年前 几位法医竟在解剖时 无意间从奥兹的身上 发现了致命伤口 难不成他的死另有原因 这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干尸 冰仁奥兹 他的岁数比金字塔还要早上一千多年 画面中这具皮篓曾和奥兹一起埋在千年冰川中 经鉴定乃是画树皮缝制的 其里面还残留着大量的枫叶 根据专家推测 这应该是远古人类发明的移动火种 当天奥兹背着他追赶猎物 在遭遇漫天大雪后 曾用他引燃枯枝筑起勾火 由此所谓的冻死说便被推翻了 为了揭开奥兹真正的死因 研究人员对他的胃部进行了解剖 在这里存在着大量的花粉包子 由于这些物质分散在空气中 不易被人类察觉 因此可以用它的种类来锁定死者生前所处的环境 首先提取到了一些松树花粉 在海拔2200米的山坡上 生长着大片的松树林 期间食草类动物大量繁殖 而这正是绝佳的捕猎地带 顺着这条线索 研究人员又从肠道内发现了很多花粉 最终锁定了一个奥兹长期生活的地方 一处狭长隐蔽的山谷 很显然 此地就是远古人类搭建的村落 通过数据还原 学者们发现了一个无法忽视的矛盾 那就是食物问题 此时部落内部 一些人为了抢夺食物 常常铤而走险 由此也解释了奥兹林死前 为何会有一把匕首留在身边 通过场景还原 那天他并非是在追赶猎物 而是逃命误入兵源 因为无路可退 不得已拔出武器和敌人搏命 居然如此 他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呢 经过对尸骸二次检查 研究人员在手掌和背部 发现了两处伤口 很明显 这是搏斗石留下来的 相较于虎口处的撕裂 真正要他性命的 当属背后这一件 然而 当奥兹的死因大白于天下时 却有一批学者站出来 提出不同的看法 在他们眼里 奥兹并非死于泄斗和饥寒 而是作为基品献给了天神 刹时间 这层海骨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这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干尸 兵人奥兹 他的岁数比金字塔还要早上一千多年 为了揭开他五千三百年不符的秘密 专家耗费二十年展开地毯式调查 结果一次次被刷新了认知 原来在过往的调查中 那病同府一直被忽视了 要知道奥兹所处的年代 距今五千三百多年 这把斧头的出现 不仅将铜的冶炼向前推进了五百年前 而且还间接证明了奥兹的身份 绝非一个普通的猎户 由此专家推测 整场死因源于一场古老的祭祀活动 同府是工具 而奥兹则是祭品 为了向先祖和天神表明自己的忠心 部落里的酋长将奥兹 带到了海拔三千米的地方 残忍地将其杀害用作血迹 但很快又有学者提出了质疑 原来从尸骸受伤的位置可以判断 他临死前处于移动状态 换句话说 在逃命 而祭祀这样的庄严场面 怎么会允许奥兹乱跑乱叫 戏毒神领 很显然 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 研究人员突然在奥兹的投入处 发现了被硬物砸扁的痕迹 这是毁尸灭迹啊 带着这条骇人的线索 推演出了一件发生在五千三百年前的谋杀案 作为部落中大名鼎鼎的狩猎人 奥兹一直深受妇孺崇拜 甚至他还拥有一把象征身份的同府 殊不知他的光芒 引起了旁边人的嫉妒 这天深夜 奥兹外出受力时 被一个人悄悄尾随了 当他看清楚对方的容貌后 不知为何 匆忙往山巅逃去 天亮后 奥兹以为甩掉了对方 便架起篝火 拿出肉块饱餐了一顿 不成想 角落里突然窜出来一个黑影 上来就是一刀 就在奥兹惊魂未定时 他下意识地向前跑去 与此同时 一把剑已经瞄准了他的身体 只听咚的一声 奥兹应声倒地 凶手走过去抱起岩石 就狠狠地砸了上去 几天后 尸体在低温中一点点凝固 一次暴雪来袭 奥兹不慎过进了冰层底 一晃五十个世纪过去了 直到五千三百年后的某天 因为地质变化 再加上全球温室效应 融化的冰川 让这具尸体重见天日 奥兹最终以骷髅模样 和后代子孙见面 不得不说 大自然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神奇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好